我是楊春吉老師 今天是我們農術學堂 今天是我們農術學堂108年度的第五之一 第五之一小型法律咒談會及含個案公益服務 今天主講的內容跟政府採購有關 主題是政府採購驗收程序與社區採購之比照 我們再重複一次 主題是政府採購驗收程序與社區採購之比照 為什麼會定這個題目 基本上是因為老師以前是政府採購專業的講師 政府採購專業的講師 也常常在新聞以議 或者是專門在寫政府採購的案子 然後但是回到公益大廈 公益大廈我們也有社區採購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問題結合起來 主題我們再講一次叫政府採購驗收程序與社區採購的比照 其中我們首先講到政府採購的部分 我們大家知道政府採購法就俗稱的所謂的行政司法 我們通常在法律上分為公法跟司法 但實際上中間會夾在一個叫行政司法 例如政府採購法 那政府採購法為什麼叫行政司法 因為在政府採購法是所謂的兩階段理論 採購兩階段 也就是說在契約決標前 就我們採購採購決標前 是採公法性質 所以有關於採購程序的 招標程序的意義 或採購結果的處理 針對這方面有意義 我們都是要從公法性質 所以我們在政府採購法 針對採購前的公法性質 我們會講說怎樣 那會有一種就是意義 意義處理 那至於說 決標後 政府採購法 決標後是採司法性質 所以再重複一次 所以變成說 我們政府採購法 是採兩階段理論 第一個 決標前是採公法性質 決標後是採司法性質 所以我們決標後 政府採購法當中 決標後都是簽私人私契 就是所謂的私權的細約 私權的細約 首先我們要了解說 政府採購法 有兩階段的理論的性質 那這種兩階段理論 跟我們所謂的 通常大法院會議解釋 解釋說國宅 我們在國宅 國宅也是採兩階段理論 國宅之前的 國宅在我們 在申請資格 國宅的申請資格 到最後要不要決標給他 要不要給他 變成符合資格的人 基本上前面也是怎樣 決標前是採公法性質 但是在國宅之後 決標後 決標之後 符合買售的那個人 買售的時候 跟你跟政府簽了契約 也是怎樣 施權的契約 也是民視契約 所以我們通常在一般國宅這種食物上 也是採兩階段理論 但是我們回到政府採購法 我們再講一次 政府採購法 決標前是公法性質 決標後是採 施權契約 就是民視契約 所以我們在政府採購 過程當中 只要簽了契約 決標後 決標後 再講到決標後 我們都會 除了採購契約 除了採購契約 跟權力義務之外 我們未定的部分 我們會推到民法 民法 會推到民法第一條來用 因為採購契約 通常是怎樣 施權契約 就是民視契約 所以採購契約 沒有規定的 會推到怎樣 民法第一條 法律有相關規定者 從其規定 假如說採購契約沒有規定 法律沒有另外規定 依習慣法 那假如說採購契約沒有規定 然後法律也沒有相關規定 也沒有習慣法 則依法理 依法理 所以假如採購契約 因為它是屬於民視契約 注意 決標後是屬於民視契約 所以採購契約 不可能全部訂會 也會採購契約 也會採購契約 所以在這時候的處理 是依照民法第一條 來補充 依照民法第一條 那民法第一條是說 依契約自由原則為原則 假如說當事人 雙方面有約定者 從請約定 雙方面沒約定者 也就是說採購契約沒有訂 或者是說 之後採購契約沒有明定的話怎麼辦 推到法律相關規定 那假如說採購契約沒有規定 法律也沒有規定推到習慣法 假如這三個都沒有 只好以法理來解決 但注意 要推到民法第一條 要推到民法第一條 我們政府採購法有個個性 政府採購法有個個性 政府採購法有所謂的法律原則 而且是在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 跟第二項民定的法律原則 政府民定的法律原則 就是民法當中法律有規定者 採購契約回過頭要回到 先用政府採購法 所以所謂的政府採購法 第六條第一項跟第二項 所揭示的第一項公益原則 公共利益原則 第二個公平合理原則 跟第三個平等原則 以及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二項 所揭示的市政材料原則 這四個就是政府採購法的法律原則 這是民定的 所以任何的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首先 除了政府採購法跟相關執法 所具體明確的條文之外 首先涉及到法律原則 要用政府採購法 這四個法律原則 去解決所有問題 之後政府採購法 四個法律原則 沒辦法解決之後 才用到民法 民法第一條去補充 所以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 所謂的共同利益原則 就是公益原則 第二個平等原則 就是所謂的合理差別待遇原則 以及公平合理原則 還有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二項 所謂的市政材料原則 這些是政府採購法的 四個法律原則很重要 首先要先跟大家講清楚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採購程序的範圍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二個 採購程序的範圍 今天的主講題目 那注意 所謂的政府採購法 尤其是某個採購案的驗收程序 注意 某個個案的採購 某個個案的採購的驗收程序 注意 我再講一次 某個個案的採購驗收程序 第一個 每個個案不一樣 那這些 每個個案的採購驗收程序 要回到個案的採購契約 首先要跟大家講清楚 我再重複一次 每個個案的採購程序 請回到採購契約 至於等一下老師講的是 大家一般的採購 驗收程序 那叫一般的驗收程序 但實際上個案的採購契約 所謂的個案當中的驗收程序 都定在每個個案的採購契約裡面 所以每個個案因為採購金額的不同 採購類別的不同 採購性質的不同 或者是說 到底是不是限貨 供應是不是限貨 或者是每天供貨 例如食材採購 例如統餐 這些都是每天 每天 像食材採購 食材採購 我們的廚房 是不是營養師要每天驗食材 那統餐是每天要收部分的 幾個便當要抽驗 所以這些抽驗 或者食材採購 都每天要驗收 或者每天要抽驗 這些是規定在 個別的食材採購企業裡面 那統餐一樣 統餐也是 統餐每天要規定 某部分要多少幾個便當 要留著抽驗 這個也是規定在 所謂統餐採購裡面 所以每個 從食材採購 跟統餐採購 我們可以發現說 每個個案的採購程序 是不一樣的 遇到採購金額的不同 採購類別的不同 還有採購 所謂類別就是 工程採購 財務採購 跟勞務採購 那所謂的採購性質不同 如食材 統餐 或者一般的 怎樣 學校的怎樣 你說勞眾 或者是學校有沒有 所謂的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所謂的勞務採購 這種叫做採購性質 剛剛講的是工程採購 採物採購 那叫採購類別 依照這些都採購金額 這三種依照採購金額 採購類別跟採購性質不同 造成說 每個個案的採購程序 是不一樣的 所以 我們依照政府採購法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採 注意 辦理採購人員 辦理採購人員要依照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二項 去基於公共利益 基於採購效益 或者是專業判斷 要做適當 在法律的範圍內做適當的採購決定 就受我們所謂的市政採購 這是辦理採購人員 所以 你哪一種採購性質 哪一種採購性質 哪一種採購金額 或者哪一種採購類別 你要依照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二項 辦理採購人員依照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二項 在法律範圍內 不能違法 不能違法 在法律範圍內 基於公共利益 或者採購效益 或者專業判斷做適當的採購決定 所以有關採購業績 採購每一個個案的採購業縮程序 都會隨著這三種類別 這三種考量的因素 我剛才講說 第一個 採購金額的大小 第二個採購性質 第三個採購類別 基於這三種 這三種因素要市政材量 所以每個個案 因為市政材量 採購人員的市政材量 造成說每個採購程序不一樣 例如我們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 政府採購法 以及政府採購私行事實 是不是有規定出院跟復院 但是這是一般的採購程序 例如 在一個工程採購經過查核金的以上 或者是說 不管是工程 財務勞務 經過查核金的以上 你說這個要不要 出院 要不要出院跟復院 要 似乎 從採購金額來看 似乎 給他出院跟復院 才是符合怎樣 市政材量 那以假如說 一般學校 10萬以上 公告金額以下 的採購 可以用我所謂的 衛達公告金額採購法 是由中央 通常我們中央辦 中央訂交 地方政府沒有制定的話 是依照怎樣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訂的 我們簡稱叫做 衛達公告金額採購法 我們簡稱 用這個辦法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公開取得 公開取得報價 跟怎樣 企劃書說明 取得三家 是不是 但是這種東西 你假如說在驗收 我們回到驗收 在回到驗收的過程當中 難道這種 十萬以上一百萬 難道我們 最好 一般會市政採購 一次驗收而已 是以前沒有所謂那麼複雜 工程採購 查而經常所謂出院復驗 就一次驗收 所以 每一種驗收時程序不一樣 例如 所以我特別強調說 每一個個案的採購 每一個個案的採購 每一個個案的採購驗收程序 請回到由辦理採購人員 依到政府採購法第六條 第二項 依據採購金額大小 依據採購性質 依據採購類別 在法律範圍內 基於採購專業 基於採購效率 基於公共利益 去做適當的採購決定 也就是說 把適當的驗收程序 納入契約裡面 不能一概而入 你講一概說 不管金額大小 不管採購類肥 不管採購性質 全部都用怎麼樣 怎麼出院復院 那是錯誤的 那絕對是錯誤的 這叫做違反市政材料原則 那是違法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二項 還有實務上才發生說 實務上 所以這個 首先要講 個案的企業要回到採購程序 不能一概而入 要用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二項 去市政材料 而且不能在 而且要在法令的範圍內 包含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的 所謂的公共利益原則 公平合理原則 跟合理差別大於 就所謂的平等原則 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 個案的驗收程序 就是上面所寫的 個案的驗收程序 需依該採購契約 有沒有看到 但是在採購契約中 所寫的驗收程序 個別的採購契約手寫程序 不需要符合 政府採購法 及相關執法的有關規定 所以 第一個 雖然是說 個別的採購 採購程序 要回到個別的採購契約 但是那個個別該採購契約 所寫的驗收程序 需要符合政府採購法 及相關執法的相關規定 由應該要注意怎樣 強制規定當中的效力規定 還要符合怎樣 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公平和義原則 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公益原則 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平等原則 以及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二項所謂市政裁量原則 都要符合這些東西 所以有些採購程序 有些個案的採購程序 雖然是載明採購契約裡面 但是可能事後會被廠商主張違反公平和義原則 而無效 會有這種狀況存在 所以這個要了解 至於我們接下來我們講說 一般的驗收程序是怎樣 我說剛才講是個案規個案 我們沒辦法 你個案的驗收程序 你只要針對我們同學 或者大家針對個案的採購契約 有什麼驗收程序 或者是驗收的遺域有問題 你要把你個案的採購契約拿來 因為個案的採購契約 我說過 個案的採購驗收程序是不一樣的 所以針對你個案的採購契約 有關於驗收上的糾紛 包含驗收程序的釐清 都要回到個案的採購契約去看 那假如個案的採購契約 我們要探討是說 除了看裡面所窄的驗收程序之外 到底是怎樣的驗收程序 最重要的這些驗收程序 有沒有違反公平能力原則 有沒有違反平等原則 有沒有違反市政裁案原則 有沒有違反政府採購法 跟相關執法的規定 尤其是效率規定 這是針對個案的部分 針對個案的部分 一定要回到 個案當驗收程序有糾紛 一定要回到個案的採購契約 首先要看個案的採購契約 不能一概而論 接下來老師要講的是說 接下來老師講 那除了這個個案的東西 我們一般的驗收程序是怎樣 第三個 我們一般的驗收程序是怎樣 一般的驗收程序 注意 特別提醒 再還沒有講一般的驗收程序 我要特別提醒的 這邊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邊 大家都誤會了一個東西 實際上 在進入一般驗收程序 我們會涉及到說 企業變更這個問題 在採購程序當中 你可能減相 那一項意味實際上設計錯誤 或者是設計錯誤 是由機關發動 機關依據政府採購企業要項 也就是說個別的採購企業 會把政府採購企業要項 有關於企業變更的要項規定的東西 放在個別的企業書裡面 所以基於個別的採購企業 機關可以在某些要件下 可以怎樣 機關發動去企業變更 那在某種部分 像說例如 例如怎樣 在廠商可以發動企業變更 例如停產 有幾個要項 請回到個別的採購企業 其中印象當中 老師是記得是停產 已經停產不公後 當然 那個廠商可以發動企業變更 但這種不管是機關發動企業變更 廠商發動企業變更 請在應收前要做的 我要提醒 就是抱怨前 抱怨前要做企業變更 抱怨後是不能再做企業變更的 你在抱怨後做企業變更是違法的 所以為了企業變更 一定要在抱怨前做 首先要跟大家說明的地方 這是第一點 接下來我們開始講說 一般的驗收程序 我講是一般的驗收程序 剛才還講說 個案的驗收程序請回到採購企業 個案的驗收程序 每個個案不一樣 你請回到個案的採購企業 看來這個個案的驗收程序是怎樣 但是一般的驗收程序 我接下來講是一般的驗收程序 一般的驗收程序有第一個抱怨 來看一下第一個抱怨 所以一般的驗收程序是誰發動的 廠商 廠商發動的 是德標廠商發動的 驗收程序當中一般的驗收程序 第一個是抱怨 那抱怨的是用怎樣 由德標廠商用書面向採購機關抱怨 不管是工程採購 勞務採購跟財務採購都一樣 只是工程採購提供的是定 怎樣 是要定座物 提供給定座物 完成定座物 然後勞務提供一定的服務 至於財務提供某些貨物 是不是 但是實際上一般的採購程序 都要含抱怨這個程序 而且是由德標廠商發動 用書面怎樣 向採購機關抱怨 記得 也要由德標廠商發動 但是在發動之前 在發動期前 有幾個爭議的地方 實務掌抱怨之前 到底可不可以抱怨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不是說廠商要抱怨 德標廠商要抱怨就抱怨 或者機關自己要發動 念說就念說 每一種個案性質不一樣 例如有些案子 有些案子叫做教科書 教科書的採購 教科書的採購 那教科書的採購 名法叫買賣 買賣 所以從這邊 我們的學校身為採購機關 只是帶誰採購 學生採購 真正的買壽人 名法當中買賣關係中 買壽人是誰 真正的買壽人 學生 所以真正的教科書 應該拿壽人 發到學生的手上才叫壽人 一樣 我們的統餐採購 或者所謂的便當採購 統餐跟便當採購 請問真正的買壽人是誰 學校身為採購機關只是代辦 所以真正的不是說機關或學校要發動抱怨就抱怨 當我們依據名法的買賣 我都沒有買壽人都沒有壽人如何抱怨 我都沒有壽人都還沒有壽人領到那個東西 我如何抱怨 那機關發動抱怨不是很好笑嗎 是很滑稽 我都沒有壽人如果抱怨 注意 抱怨接下來要講第二動作 當然我們講一個 實材採購 學校的實材採購 誰 實材採購 真正採購機關誰要用的 也是學生 學生對不對 但重點是 實材採購 雖然是採購機關是學校 但真正壽人是誰 應該是學校 因為是整個實材 你假如說注意 實材採購完之後 經過營養午餐 餐廳製作完之後才是等 那所以真正在實材採購 真正的買壽人是誰 是學校 所以每個個案 從民法買賣關係當中 各種採購 各種現後的採購 各種回到民法買賣契約當中 每個買壽人依照採購性質 採購整個契約關係來看 是完全不同的買壽人 所以有關民法買賣 或者是說在抱怨之前 要發動這個抱怨程序 抱怨程序不是隨便發動 也不是說機關隨便發動 也不是說廠商得到廠商發動 至少要受領吧 你買壽都沒壽靈發動什麼 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食物上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 買壽人都沒有壽靈 就發動抱怨 是一個滑稽的現象 請問這個食物上 這個是不能理解的 法律上也是不可以 一定要依照買壽靈 壽靈之後才能發動抱怨程序 不管是機關廠商 何況是很多案子是機關發動更奇怪 我說過一般採購程序當中的抱怨是誰抱怨 是廠商 得標廠商依照書面向採購機關申請抱怨 那第二個一般的採購程序 好廠商第二個要查驗 那當得標廠商以書面來抱怨的時候 那辦理採購人員怎麼辦 招標那個例如學校的事務組長怎麼辦 或者是辦理採購人員怎麼辦 金錢的辦理採購人員怎麼辦 不是直接簽主願人員的拜託 不是直接簽主願人員 也不是說直接在這個抱怨行裡面 直接說上面折其簽主願人員 不是在簽主願人員之前 折其簽主願人員之前 應該正確的說法是說 然後再拿著報怨行在上面折其 然後簽給機關首長後期授權人員 由機關首長後期授權人員 指派適當人員當主願人員 這個之前不是直接拿報怨單 報怨單就直接簽這個好不好 第二個反而這個是第三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不管是工程 勞務採購 不管是工程勞務採購 包含書面的資料 包含書面的資料跟實際上工後的資料 我們不管怎樣 我們不管怎樣 第二個動作叫做查驗的動作 不管是工程採購 勞務採購 跟我們通勞 老師都把它叫查驗 目的何在 我們是在核對項目跟數量 我們要核對項目跟數量 項目對 數量對 我們才能正式定入開始怎樣 簽主願人員 還開始進入驗收程序 當你查驗的時候核對項目跟數量 不對的話怎麼辦 請他發文 請採購機關再發文給 要求發文要書面喔 要用書面喔 最好用雙括號喔 用書面雙括號 要求他怎樣 那 一約在一約旅行 在一約 明法叫做一約給付 一再之本子為給付 明法老師正確用語是一再之本子為給付 也就是說你要一約旅約 一約的內容去履行義務 因為他連項目跟數量都不對 就不能進行驗收 第一個請他一約 只要用採購機關要依書面 存證信來去發文 請得標廠商要一約旅約 旅行他的義務 第二個 看到的是旅約期間照算 旅約期間照算 注意 這個當核對項目跟數量 那古屋叫做 工程叫做竣工 不是竣工 項目跟數量不對 工程就不叫竣工 工程不叫竣工喔 工程採購當成竣工是 項目跟數量對才叫竣工喔 那勞務採購勒 那你也要項目跟數量有幾戶啦 那你才能進入驗收程序 那 所以注意 這才能進入驗收程序 不然就要再講 要採購機關 要用書面存證信來 發文給他說 請他一約旅行相關義務 第二個 旅約期間要照算 旅約期間繼續算 這樣懂齁 那第三個 第三個會碰到的就是說 那第三個 我們講核對項目跟數量 對的時候怎麼辦 第三個 我們這邊沒寫到 我們這邊沒寫到 我們寫二之一齁 改成說二 二是查驗核對項目跟數量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就加上二之一 二之一就送什麼 由辦理採購人員 當項目跟數量對的時候怎麼辦 就進入二之一 就由怎樣 辦理採購人員去 在報怨單裡面 報怨函裡面 簽請機關首長後期授權人員 指派適當的人員辦理主願人員 那依照所謂的主願人員 通常是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是不能當主願人員的 要一級主管 例如學校 學校的首長是誰 校長 所以 誰能當主願人員 教務處 教務處主任 總部處主任 這些主任級的 主長級的 其實基本上 照施行細則 還有相關解釋 是不能當主願人員的 這個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工程會的解釋很清楚 要由一級的主管機關擔任 這有解釋很 這個要說明清楚 然後 所以 適當的主願人員 第一個 一級主管的當然 那第二個 所謂適當人員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適當的人員 那 我 假如說辦理資訊人員 資訊採購 請問誰是適當的主願人員 才是適當的 適當喔 那總部處對不對 不對 比較謙虛 總部處主任 當主願不對 應該由資訊 資訊的相關人 當主願才對 因為他比較懂 對不對 那資訊主 資訊主 是不是補導處主任 高中 高中是 可能是補導處主任 但是 這些要依照 分成名氣表 各機關的分成名氣表來看 食物上就是要依照 分成名氣表來看 所以 分成名氣表 各機關的分成名氣表 假如說規定誰是相關 像資訊主 當然由他的主任 一級主管來 當然比較適合 對不對 不是嗎 所以這家材叫 試當的主願人員 要試當 所以主願人員 要由機關首長 跟授權人 指派 四張人員 當主願人員 第三個 針對這部分還有一個 茶宴部分 除了二自一之外 常常服務上 茶宴 有誰去茶宴 茶宴誰該負責 谁该负责查验 当然你工程采购有委托建筑师的 当然由建筑师去 有委托这个建造单位的 有委托建造单位的 当然由建造单位去做怎么样 去核对工程的项目 那假如说没有委托建造单位的 当然只有机关士去查验 通常都是办理采购人员去核对项目跟数量 那是不是需求 是不是推给需求单位 不行 需求单位不负责这个 不负责核对项目跟数量这个东西 依照政府采购法的施行计则相关规定 需求单位没有这个义务 需求单位依照规定要会员 要办理采购的时候又做小额采购 或者办理招标的时候要把你要做什么要型号 你要规格要提出来 这是需求单位该做的 但是或者是说有需要要办理会员 因为他们需求单位 但是把办理采购承办人该做的东西 核对项目跟数量推给需求单位 这是依法无据的 而且依照各机关的分成预表 需求单位有没有这个职务 尤其是学校 但是其他有没有我不知道 所以到底他每个个案当中 到底他要不要核对项目跟数量 请你回到分成预计表 到底什么职务 该写做的就写做的 但一般核对项目跟数量 核对项目的责任是谁该负的 有委托建造当会有建造 没有的话一般老师手处理食物当中 看过那么多分成预计表 通常是由谁负的办理采购人员 办理采购承办人员 气候对项目跟数量 除非你这个机关的分成预计表 跟老师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通收是不一样的 所以回到你的分成预计表 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第三个除了二至一之外 我们进入第三个第三 初愿跟其限行改善 第三 初愿及其限行改善 我们讲的是一般院收程序 什么叫初愿 通常我们工程采购 采购金额以上一百万以上 一百万以上通常都或者是采购金额 或者是说采购类别是属于工程采购 采购类别是属于工程采购 采金额又是茶额金额以上 然后采购性质又很复杂 不可能一次验收就有办法把所有缺失弄完 所以这种采购性质很复杂的东西 又是茶额金额又是工程 通常一定会初愿跟复验 所以我们一般的采购程序 像那么大复杂就会有初愿跟复验 那初愿复验 初愿要做什么 初愿就是第一次验收嘛 然后初愿的时候是不是一样 我们刚才说抱怨 抱怨单是第一次初愿的日期 我们刚才的抱怨单 假如说是很复杂的工程采购查金额 又一次验收没办法的情况下 我们分成依照我们这个个案 采购性质有初愿跟复验程序的状况下 怎么办 初愿第一次的抱怨单 是折期是折初愿的日期 注意 假如是工程采购 很复杂的工程采购 又是工程采购又是茶额金额以上的采购 又是很复杂一次验收没办法的情况下 他在采购企业上定了初愿跟复验 所以第一次抱怨单 像这种案子第一次抱怨单 折期的是初愿的日期 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初愿不愿 那这个是折期初愿日期是不是定了 那初愿日期可不可以改期 依照政府产购法施行细折的规定 请各位回去法规施行细折去看 实际条件是怎么规定的 但是老师假如没有弄错的话 基本上在客书的行程是可以改期的 第一个可不可以改期在客书情况下 机关是可以改期的 所以但是只能延长一次 第二个 厂商有没有到场验收 如期待不影响机关 机关 纵使是厂商没到机关也可以如期验收 第三个 会验有没有到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重点是主愿要到 办理采购人员要到 一个是负责说明 做出院记录 一个是主愿人员 这两个当然要到 当然会计 会计监办单位要不要到 监办单位当然依照 他可以书面监办 不一定要实地监办 假如说依照法律规定 监办单位可以书面监办 他就不用到场 要在签说他要书面监办 依照会计单位或者监办单位 要写在签办上面说 本案依据什么办法规定 德采书面监办 本案理采书面监办 要就经过机关所转及受钱人核准 所以监办单位可以采书面 不一定到实地 但是要依法签准 签给机关所长跟受钱人员合准 所以主愿人员到就可以了 主愿人员到跟承办人员到 至于假如说是不得采书面监办的 监办单位一定要到 至于厂商到不到 费办到不到都要留期 不影响采购出院的技术 我们以工程采购刚刚的例子出院 那出院当一到十间去出院的时候 要怎么去验收 注意 我们政府采购法当中的验收依据 第一个验收要第一个验收依据 验收依据当然办法是怎样 你验收的时候没有带采购契约 不是很奇怪 当然第一个验收依据是采购契约 用什么样的磁砖 用什么样的磁砖 是不是让你选厚品 哪一种材质是不是都有 那你是不是要带的验收 除了东西在采购契约 是不是要要提供什么书面的证据 例如厂商提供什么样的证明书 提供相关的证明书 这个叫做书面资料 所以验收当中 验收的依据是包含你所有的东西 你在第一个采购契约 采购契约包含把投标须知 要记得放在采购契约里面 采购投标须知 所有的采购公告 还有采购须知 还有所谓的各种东西 都是属于契约的一部分 这叫做定在一本 整本叫做采购契约 你这一本采购契约 还有中间过程当中的另外的约定 什么样另外的约定 就像我讲后样 要用什么样的瓷砖 要留在你那边 还有你有经过契约变更 说过抱怨之前 契约变更要抱怨之前 就要契约变更 有经过契约变更的相关的证明文件 这些都叫做验约变更要带齐 你才能去验约变更 不是吗 这叫验约变更远 所以我们在验约过程当中 出验会碰到第一个验约的一句 第二个会碰到怎样 验约合格跟不合格 那什么叫验约变更合格 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所谓验约变更合格就是你提供的厚品 或者提供的定奏物 或者是你提供的服务 要跟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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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样 对不对 契约后样 跟 所有东西 包含所有的约定要相符 等于是说 你这些意思百花一点 你提供的后样品 跟你所有的采购程序当中的约定 约定 要相符 包含书面的资料 你没提供书面的资料 要求说他提供 某些证明文件 他没提供 那就是不服 或者是说 你依照某些施工项目 该做的东西 注意喔 不是项目跟数量 例如这边没有油漆行 你做油漆工程 或者是工程采购 你某部分有设计油漆人 他没有油漆行 那也是缺失 或者是说 你做 新建工程 新建工程就多了 新建工程大大大小很多 很多缺失可以写 所以只要跟后样当中 我们所有的采购契约 当方采购契约 图缩 等于是说 采购契约 图缩 跟后样 这三种 采购契约 后样跟图缩 这三个要相符喔 缺一不可 只要不服 就是 怎样 不可 不可 那不可怎么办 你假如院送合格 当然就接受 怎样 就没有复验了吧 我们复杂的采购程序 工程采购 刚才讲的 是查而经的以上 又是工程采购 又采购 又采购 性质很复杂 所以这个有出验 但是你假如出验合格 就不用再复验 出验就合格啦 但通常一个采购程序 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采购 有定复验程序的东西 出验会合格吗 服务上很难 所以出验的通常 验收的结果 会跟你的采购期的后样 后样或者屠收会不一致 是产生所谓验收不合格 那验收不合格怎么去处理 验收不合格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处理 除了减价收受之外 验收不合格 除了我们政府采购法 72条第二项的减价收受之外 还有先行使用的部分之外 除了这两个课书 先行使用跟减价收受之外 基本上要线主业人员注意 主业人员不是机关所长后 缺衡人员的权者 政府采购规定说 定相当期限去改正 现厂商 定相当期限限厂商去改正 包含拆掉重做 包含更换后务 包含做限期改善 这三种我们在采购法 通称叫改正 所以老师这边直接讲改正 你要定相当期限去 要求厂商去改正 是主业人员的权利 权者 包含权力跟职务 不是签给机关所长或受责人员去定制 签给机关所长跟受责人员在采购食物就是所谓的 当有产商可能有履约品质不良的状况 依照政府采购法多少条 58条的状况 要签给机关所长 签给机关所长跟受责人员去定 这才是机关所长跟受责人员的权责 但是所谓的 第一次验收 第一次验收的限期改善 或者是比较复杂的 出院的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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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院人员的权责 不需要再签 在签请机关所长的授权人员 当你签给机关所长的授权人员 当你签给机关所长的授权人员 你就是违反裁复 这是主院人员 主院员也不能推责任 所以是主第二个是主院人员的权责 权力跟职务不能推卸 至于主院人员限相当期间 当然要遇到个案 个案例如 个案的状态例如缺失很多 你是不是限 所谓相当期间要快一点 那你改善的期间很短 你当然改善期间 改善期间就收短 但是不管多短 你要符合公平台里原神 注意 要卡上所谓的定相当期间 意思说 依照社会通常的概念 通常的概念 要社会通常的概念 去做怎样 都相当期间的界定 但是这相当期间 你也不能违反我政府采购法 第六条第一项 所谓公平合理原则当中的 合理性判断 那所谓的公平合理原则 合理性判断 请回去查 公平合理原则 阳春局 关键字是公平合理原则 阳春局 去Google一下老师的文章 有关于公平合理原则 去怎么合理性判断 几篇文章老师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的定相当期间 除了要以社会通练 来定相当期间之外 还依照你出院 或者是仪式研究当中 缺失需要缺失的范围 程度 还有种类 来定他相当期间 也不能违反公平合理原则 所以这是有关于出院 跟限期改善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一般复杂 接下来第四个动作 就是复愿 就是复愿 那这复愿是怎样 针对复愿注意 一个重要的论点 复愿 复愿的日期是谁定 最好 最好在主愿在限改善 在限定相当期间 限期改善的时候 在出院 在出院记录的时候 就上面要写说 复愿的日期要定清楚 不要在那边 所以在那边复愿的期间 也要在出院的会议记录 有主愿的就要定在那边 定清清楚楚 复愿的日期 杜绝正义 记得复愿日期 所以当复愿期间到的时候 是不是要进行复愿程序 那复愿前期 只有一次复愿 没有第二次复愿 复愿的话就麻烦 怎么办 假如说超过时间 复愿再不合格 复愿会不合格 其实就开始 收计算 预期违约金 重点是在预期违约金 当然他还是要改善 但是这些就是要 开始算预期违约金 复愿那时候还是不合格 复愿那天还是不合格 这些就是从 复愿的预期违约金 从这时候开始算 等他改善到哪时候 就要开始 从这时候开始去 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复愿 会涉及到说 预期违约金的计算 但是回过头讲 在中间工程采购当中注意 工程采购复杂工程采购 还有很多 还有怎样 我可不可以 依照工程采购的相关规定 还有你个案的工程系列里面 会不会做到一半是抽验 会 所以这种 我们一般程序以外的验收 依照政府采购 还有很多验收程序 这些验收程序 不管名字如何 请都回到你个案的采购企业 所以我才说 第一个个案的采购企业 个案的采购企业程序 请回到各案的采购企业区 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是 一般的采购程序 通称 来第五个 我们一般的采购妍生程序 我们会碰到说 减价收受跟先行使用 那减价收受 依照政府采购法 规定在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第二项 在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第二项 他是怎么规定的呢 看一下 他是怎么规定的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来 来 助教帮我来一下 来 照一下清楚的 来 依照政府采购法 七十二条第二项 验收结果与规定不符 注意 验收结果与规定符 就所谓的 验收不合格 验收结果与规定符 就是验收不合格 在不妨碍安全及使用需求 也无减少通常效用或企业愿意效用 经机关检讨不必拆除 或拆除却有困难者 得于必要时减价收受 其在查核金额以上的采购 亦先报纸经上级机关核准 未达查核金额至采购 应经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人能核准 所以政府采购法第72条第二项 反过来 从政府采购法第72条第二项 要办理减价收受的 要符合同时符合 四大要件一个程序 要符合四大要件一个程序 第一大要件一定要是验收不合格 也就是说验收结果跟规定不符合 我验收合格 就直接结算 所以一定要是验收结果跟规定不符合 也就是验收结果跟所谓的采购契约 后样跟图说不符合 其中一个不符合 注意一定要是验收不符合 验收合格就进入结算程序 就不会 所以一定要验收不合格 第一个要件 同时符合 第一个验收不合格 第二个虽然不符合 但是不得妨碍安全及使用需求 注意不得妨碍安全跟使用需求 包含安全及使用需求 意思说第二个要件 只要有安全顾虑不能减价收受 或者是纵使符合安全 注意第二个要件 纵使符合安全需求 但是不符合使用需求 也不能减价收受 所以第二同时符合要 在要 雖然不符 但是在不妨碍安全及使用的需求 第二个要件 第三个要件 第三个我们画起来 第三个 没有减少通常效用 或企业预业率效用 所以老师在文章上面把 第二个 我现在在讲第二个跟第三个解在一起 所以我这边把它写第二个是怎样 第二个 你这边看 第二个要件 我说第二个要件 我把它放在一起 第二个要件 其不符合需不妨碍安全及使用需求 也无减少通常效用 或企业预业率效用 所以 假如说细分的话 细分第一个要件是不符 第二个要件是不符 而且不妨碍安全及使用需求 第三个要件细分是 无减少通常效用 或企业预业率效用 也就是说 你工程打购可不可以漏水 漏水就是违反 新建的工程漏水就是违反通常效用 通常效用 新建的工程可以漏水吗 防漏工程你可以漏水吗 防漏工程的目的就是不能漏水 结果你漏水 总是契约没有约定 契约也没有约定 那也是违反通常效用 或者新建工程 对漏水 那当然新建工程是要干什么的 要使用的嘛 里面有没有人员要上课 人员要不要进驻 人员的身体健康 对不对 那叫做通常效用 那约定效用 当然你依照契约有约定的 一约定嘛 所以叫做采购契约 包含图说样语 对不对 所以那叫约定效用 跟通常效用 这是第三 我把它细分为第三个要件 第四个要件 要经机关检讨 不必更换后 更换却有困难者 要经过机关检讨 不必更换后 更换却有困难者 第四个要件 第五个要件 却有必要 却其有必要 然后所以 这边重复一下 假如细分的话 变成要减价收购 遇到政府采购法 七十二条第二项 要符合五大要件 第一个要验收不符 也就是验收结果 也规定不符 第二个要件 其不符需不符 不妨按安全及使用需求 第三个 五减少通常效用 跟企业约定效用 第四个 虚经机关检讨 不必更换后 拆换却有困难者 第五个 虚有其必要 这个五大要件 至于要经过一个程序 五大要件一程序 就是查核机关以上 要先报警 报经上位机关核准 未打查核经人以上 报给机关所长或设权核准 所以叫做五大要件 简价收受依照政府产购法 七十二条第二项 五大要件一程序 要符合这五大要件一程序 才能做喔 不能乱简价收受 但是问题来了 简价收受政府产购法七十二条是这样规定 但是我们连整价收受的东西 个案当中 每一个采购契约常常出自的东西 例如 以前的采购契约就一直沿用 采购书以 采购招标文件 要随着法律去变更 不要一直沿用套用 以前十几年采购契约文件还在用 解释函都改 采购法都改 都没有随着法律去变更 随着解释函去变更 还在用 那反而违法 采购招标文件 反而要随着法律的变更 解释函的变更 实在的变更 或者违反 有没有依照政府采购法 有没有违反公平原理去检讨你的采购招标文件 不是一直沿用 不要很好笑 有人我还听说 采购招标文件不能改 错的 采购招标要随着你法律的变更 要随着这个采购招标文件的规定 采购文件的规定 包含招标须知 包含你的招标公告 有没有违反法律 有没有违反公平原理 随着公平原理的采购 法律的变更去 要调整才对 不是一成不变 一成不变才是违法的好不好 采购成办人员 你自己的招标文件 还是遗违的招标 出事你要自己负责 不要怪前任 因为早就改 十几年前的招标文件还在 不随着法律去变更 那你说难 采购什么难 工程会 工程会里面有很多范本 随时在变更 随时在修正 包含政府采购企业要像 包含工程采购范本 包含都采购企业范本 企业 采购企业都有在修正 你要用最新的啊 你要最依照 把工程会的采购企业范本 下载下来 然后随着你个案去修正好不好 你不要把机关的很多 采购招标文件一直延用十几年都没变 某个学校就延用了七八年 所以那个学校的招标文件是我帮 帮那个采购成案做的 那已经是七八年前的采购 那七八年法令解采 变更太多 不要再延用了好不好 OK 好 所以 这个要说明 所以 所以 有产生一个 因为个案的采购验收程序 包含个案的采购的减价收受程序 要件会 谁的 旧的案子都没改 一直延用下来 结果 个案的采购企业当中 减价收受的要件 跟政府采购法七十二条是不符合的 不相符的 有些聪明的采购契約 采购怎么样 会把政府采购法七十二条第二项 直接照入 但有些聪明过头的人 聪明过头的人 他跟采购法七十二条不一样 漏掉一项 漏掉一项 那这个时候就产生 食物产生问题 那怎么办 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第二项 虽然是强制规定 但不是效力规定 纵使办理采购人员 采购契約 没有依据政府采购法七十二条 减价收要件 定在采购契約 注意 这个采购契約 也不会因为违反政府采购法七十二条第二项 而无效 因为政府采购法七十二条第二项 虽然是强制规定 但产生效果是怎样 采购才能要受到行政处分 或者叫你再去重新受信 或者拔掉你采购人员 那最重要你还要记购 搞不好还有刑事的案 刑事责任 搞不好你还有国家赔偿 我说过 你办理采购成本是公法性质 是学校绝标之后跟厂商采质叫司法性质 你办整个东西就是采购法 你就办了公法 你可能贪污自罪条例 小心 所以要改 常常这个实务者注意 政府采购法七十二条 很多规定虽然是强行规定 就是强制禁止规定 但很多规定不是效力规定 纵使你采购契约 注意 采购定了减价搜索的要件 虽然跟政府采购法七十二条第二项 不一样 你违法了 但注意 你再 因为它是民事 又不是效力规定 所以你还是整个处理 人家还回到你自己的个案的 采购且减价搜索的要件 你不能 除非是 事后 合议企业变更 事后 你们自己协商 回到拔企业变更 只是单独契约条 其实 简价搜索要件 不然 他假如 你不能单方企业变更 不然你就要照企业的规定 纵使很奇怪 简价搜索的要件 不符合政府采购法七十二条第二项 你还是要回到采购企业去做 因为 它不是效力规定 七十二条第二项不是效力规定 所以 常实物上 你还要回到采购器 纵使采购器要这样很奇怪 跟政府采购法七十二条第二项的 简价搜索的大药件 一程序不一样 你还是要回到采购器 那是你把你采购人员疏忽 那可能你要被取缔 所以你要被处罚 所以叫取缔规定 这个要简价搜索 至于什么叫做先行使用 也就是说 过去到政府采购法的规定 第七十二条不要第几项 回去查一下 先行使用 就是说 机关有先行使用必要 要做部分验收 注意那是部分验收 要针对这部分验收 这部分去验收 你有先行使用 不要针对这一项去验收 验收完之后 当然你就可以先行使用 所以简价搜索跟验收 先行使用 这是我们在一般程序所讲的 第几个 第五个程序 至于第六个程序 就是验收合格及解算 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验收合格及解算 是不是 所以验收成绩大致上是这样 这边 这边请问 来问一下那个粉丝有没有什么问题 目前是没有 看起来是 有没有人在看 有有有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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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接下来我这边时间还有吗 8点20号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接下来 验收合格之后 我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验收合格之后 就所谓的 我们在采购程序当中 所谓的保固责任的问题 好 只属验收合格之后 有保固责任的问题 好 所以在验收 都常常发生都说 那你 赋验当中 我们回过头再补充说明 赋验只能针对 注意 有一个实物上常常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赋验 有复杂的案子 工程长过复杂的案子 赋验只能针对出验的项目进行赋验 注意 注意 所以 赋验只能针对出验当中的缺失项目进行赋验 这是法律的规定 验收本来是这样 至于说 你出验没有列进去的东西 请你在我们刚才讲的 验收合格之后的保固期间 保固责任去处理 不是说不能处理 再强调一次 复验 有复验 或者是第一次验收的限期改善 注意 我们通常简单的案子叫 只有一次验收 一次验收当中的 第一次 一次验收当中的所谓的限期改善 注意 一次验收也有限期改善 也定相当期间限期改善 假如说一次验收定 限期改善 对不对 给限期改善 那个限期改善 也只能针对第一次的缺失去进行 第二次的复验 也是针对第一次出验的缺失去改善 至于说 你中间复验发现有些问题 或者是说 一次验收当中 限期改善 中间又发现很多问题 注意 这是验收合格之后的保护责任的问题 你不能混为一台 不能混为一台 注意 复验 再强调一次 复验 工程采购很复杂的工程 复验 复验 复验指的租针对出验的缺失去复验 出验项目没累的 不能把人家累入复验的项目 这些项目要回到保护之后 验收合格之后 保护责任去复验 这样懂 当然你说保护验收款 5%留着保护责任 那自己的疏忽 所以 你自己怕自己疏忽 请你在出验的时候 再强调 你在出验的时候 不要因为厂商拜托 你不要写那么多 有些案子主验人员就心软 明明出验很多缺失 只有因为主验人员考量厂商 写那么多很难看 结果因为厂商心软 结果写了三项缺失 那复验是不行的喔 复验只能针对你三项缺失 其他的缺失明明就有缺失 你不累 你自己以后活该 所以我回过头讲 你不能主验人员 不能因为厂商拜托心软 你一定要把缺失第一次 假如是一次验收 你要把限期改善 有哪些第一次 刚开始验收的那些项目 缺失的项目 或者出验的项目 请你玩玩等等全部 包含书面缺哪些证件 实际验收有哪些缺失 注意 书面的质量缺哪些 没有提供哪些证明文件 像食材采购没有缺哪些 怎樣 有没有说 有没有什么 检验证明 要哪些检验证明 或者是没有素化剂证明 或者是各种 有没有荣耀证明 无荣耀证明 或者是我们现在 新北市邀请有机蔬菜 有没有有机蔬菜证明 是不是这些 除了平常食材要贵之外 然后在这些 是不是属于书面资料 是不是 搞不好采购机关 食材采购会输 忘记给 那这些验收 包含这些包含 书面的资料也要要求 还有实际的缺失项目 在出验的时候 或者是一次验收当中的 折起验收那一次 一定要把所有的缺失 完完全写在 出验记录或验收记录上 第一次验收记录上 好吧 你这样的话 复验或者是你要第一次 要针对他 针对他重新递相当时间 去验收的情况下 你才能复验才能复验 注意复验是针对出验 所类的缺失项目进行 其他出验项目没类的 你不累入复验 那中间过程 你出验项目没累的 复验是不能再验的 但是你发现的缺失 超出出验缺失项目以外的东西 你不用担心 那是保固责任 业组合格保固责任 保固范围的部分 还是可以法律处理 不用担心 事后发现 事后发现也是一样 就是出验项目以外 事后发现的 或者是说在保固责任内 保固期内发现的 注意出验项目 复验只能针对出验项目的缺失去进行复验 出验项目以外的 或者是保固 验收合格保固期间发现的缺失 都属于用保固条款 在保固期间内 在他该付的保固责任 依照保固条款去处理的问题 这样懂 这样懂 这个要说清楚 这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 但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采购很多 相关的内容 请老师没有讲清楚的部分 毕竟法律教学直播 不可能讲那么多 采购其实很复杂 政府采购很复杂 然后包含我们之前讲的 漏水的ADR 漏水的ADR跟SOP 我们也是讲个概括 像这个采购的程序 我们今天讲的是怎么样 采购的验收程序 我们也大约讲了大约 至于很多细节的部分 很多细节的部分 请各位回去看老师的电子书 政府采购的电子书 还相关的文章 老师写很多 到处流传 到处流传 大家可以去看 只要打 例如你要减价收受 你只要打减价收受 洋春集 Google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关键字 你假如要查老师的文章 公民合理原则 洋春集就可以了 你打出院 洋春集就可以了 你打市政材量原则 洋春集就可以了 公民和公益原则 打洋春集就可以了 只要说关键词加上洋春集 中间不用空格教 Google一下老师的文章很多 你就可以参考 都可以参考 好不好 这些细节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主题 那个网路没有 现场有没有问题 现场也没有问题 现在OK了 那这边也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讲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 我们用20分钟讲一下 接下来我们讲说 政府采购的验收程序是这样 大资产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讲第二个主题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所称的 注意 第三个主题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实施后 所称的公益大厦 也就是说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三条的公益大厦 那我们叫做社区采购 那社区覆购 麻烦的地方 社区的采购全部是民事 全部都民事 然后社区的邁购 所以完全公益大廈管理條例沒有規定 社區怎麼去辦採購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都沒有規定 內政部相關的解釋函也沒有 所做的執法都沒有 所以有關於所謂的社區採購怎麼辦 怎麼辦社區採購完全沒有規定 所以在老師的文章當中 在老師常常寫的政府採購的文章 或者是公益大廈東征 我是期待定兩個辦法 第一個就所謂的社區採購辦法 大家回去看老師以前文章 有一個叫做社區採購辦法 我希望說很多社區辦採購辦法 參著怎樣 參著政府採購法以及相關執法的規定 參著這些政府採購法以及相關執法的規定 以及採購法當中的所謂的公平合理原則 公益原則 合理差別單元則 就是所謂的平等原則 還有市政材量原則 來定出自己社區的 符合自己社區需要的 當然這個要依照 要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一條 公開透明公正客觀 當然要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一條的規定 公開透明公正客觀 而且所有的採購精神 雖然是參奪政府採購法之項 但是要符合政府採購法的立法精神 尤其要參考所謂的政府採購法 第六條第一項 世代原則 公益原則 公平合理原則 合理差別單元 以及市政材量原則 這個法律原則 所以參奏這個東西 要符合定自己的社區採購辦法 那為什麼要訂社區採購方法 其實老師在提倡社區採購方法 已經七八年了 陸續有些社區有新老師的建議 做了各個社區的採購方法 你去網路查很多很多 都是老師建議的 然後慢慢訂出來的 所以很多公益大廈 現在已經訂了很多採購方法 但是這些採購方網路你去download download下來 但是這些採購方法很多都違背怎樣 政府採購法的立法精神 違背公開透明客觀理性 違背政府採購法第一條的立法理由 也違背了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 第二項這些法律原則 所以這些download下來的採購辦法 其實網路download這個社區採購方法 可以參奏 但是請你要回到政府採購法第一條的立法精神 還有政府採購方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 所揭示的四個法律原則去修正 加上你這個社區的各自行的時序之後 依照你自己社區訂出一個怎樣 符合你自己又符合這些東西的社區採購方法 那第一個那這些你訂出來之後這個採購方法 我們要求要法治化 雖然訂出來要要求法治化 為什麼要要求法治化 所謂法治化就是這個至少要廣委會要決議 然後廣委會決議之後可以先實行沒關係 假如說像我們住的巴黎這個社區 它社區規約 本社區規約並沒有講怎樣 沒有禁止廣委會做採購辦法 沒有禁止廣委會做採購辦法 沒有本社區規約並沒有禁止 也沒有規定說這個採購辦法 應經區分所有人的決議 也就是說採購辦法並非是區分所有人 應經區分決議的事項 那這意思是說廣委會就有權利做採購辦法的制定 跟通過 所以像這種規約不是印 採購辦法不是區分所有人 應決的事項的同時 廣委會可以自行定一個採購辦法 先行通過之後 先實施自我拘束 而且自我遵循 但是這個採購辦法的位階可能是廣委會 它還是怎樣 下一任廣委會把你推翻 所以避免因為廣委會管理委員不一樣 或者是這個採購辦法因人或因委員而廢掉 以至於影響了社區事務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採購辦法 除了說廣委會通過先實施之外 要送到區分所有權能會議去追認 並納入規約 那它法治外 這個採購辦法由廣委會先行追認 沒關係 先實施自我拘束 廣委會自我拘束 但是會避免因人或委員而廢視 造成社區事務的癱瘓 阻礙其他的稅行 所以都要經過區分所有權能去追認 或通過並納入規約 並維持所謂的法治序的安定性 所以雖然說採購辦法 可以由廣委會 假如並不是規約各廣委會的規約 上面規定不是採購辦法 不是規約裡面應經區分所有人決議的 區分所有人會決議的事項 那廣委會就可以先行通過 宣實是自我拘束 然後之後再經過區分所有人追認 納入規約 讓它法治化 目的就是避免因人或委員 因某些事而廢掉這個東西 而維持所謂的法治序的安定性 那為什麼這樣懂 所以那為什麼要用到法治序的安定性 依照公益大廈管理條例的規定 依照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第一條第二項的規定 本條例未規定者 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那有關於採購辦法 本條例並沒有規定 公益大廈沒有規定 相關執法也沒規定 怎麼辦 依照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第一條第二項規定 可以適用怎樣 相關法律 那我們要採購辦法 我們不能完 因為採購辦法 注意政府採購法是行政司法 我們社區的採購是純粹是民事 所以我們不能完全比到政府採購法 因為它是行政司法 性質不類似不能完全比較 那又是民事 所以我們要怎樣 變成我們只能採購 政府採購法的第一條立法精神 還相關的採購法相關規定 還有不要違背那 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 跟第二項四個法律原則 但是我們只能採購去做 所以我們因為一個是社區採購是一個私權 一個是政府採購是行政司法 所以不能完全比較 只能說我們在某些東西 要符合政府採購第一條 還有第六項這些法律原則 其他的像說 社區採購我的招辦辦法 我要不要比較政府採購的第十八條 不用 我可以只要議價比價公開招標 我不要列入選擇性招標 不用完 不是完全比照政府採購法 我也不用比照說什麼共同公益 我可不可以說 社區依照自己需求比照共同公益企業 某些社區可以比照共同企業 怎麼辦 就所謂經常性採購 某些社區我不可以把它比照經常性 我首先第一個我選六家廠商 經常性採購 之後我才在六家挑戰 再選六家來個別採購 可不可以 但是這樣的經常採購 對一個社區很麻煩 所以一般實務上 社區的採購辦法 不會把經常性採購 所謂選擇性招標 所以注意 每個社區因為它是司法企業 所以不是完全比照社會採購 好 縱使是招標方法 都會有所增見 像說這個社區的社區 我幫你的這個社區 沒通過的社區採購辦法 其中我只議價比價公開招標 並沒有選擇性招標 為什麼 也沒有所謂共同公益企業 也沒有所謂的 像採購金額也跟大家不一樣 我們說在那邊訂 一萬以下是議價 一萬以上 兩萬以上是怎樣 比價 兩萬以上才公開招標 所以採購金額也不能說 不能像採購法這樣 你要回到社區你自己去訂 完全是不能完全比照 依照個案需求 去穿著它的立法精神 去做適當的社區採購辦法 這樣懂齁 所以 然後在我們採購辦法 或公益大廈當中 我們剛才講說 法制性因為是依照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第一條 第二項 沒有 公益大廈沒規定 所以推到 因為規約 區分所有人是團體學員 推到民事 因為是民事 團體學員 或者是區分所有人決議 跟團體也是民事 然後我們這個採購也是 社區採購也是民事 所以推到民法規定 所以民法相關規定沒規定者 契約 疾管法也沒規定 適用到法理 所以我們在解釋這個採購辦法 或是解釋說廣委會 前面三個月或前一個月 做的採購決定 廣委會做的決議 下一任過民多久 超過三個月 三個月就可以推翻嗎 不行 為什麼 我們就回到民法當中的法制序案列信 那叫做違法 依照公益大廈管理條的第一條 第二項 推到民法的法理法制序 所以廣委會或者區分所有人 可不可以一段的時間就把它推翻 前面有決議的事情不能推翻 這叫做違法民法的法理法制序案列信 這是憲法的法制序案列信 所以在民法上有適用 所以這是法律的 所以我這個在補充說明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今天到此結束 好